有時候我們又是要跳脫台北的民眾思維去看台灣 我們才能看到說真正台灣的那個原話 我們開放現在的時間讓大家做個回應 讓阿孝老師的分享 因為我最近也是有固定一個節目我在看 就是民事議員堂的節目 所以有些的部分它裡面就有喊到 剛剛我們看看現在台灣的台灣這樣的情況就變成 我是覺得我自己是認為是說 我們都是用就是工業主義就是商業 就是資本主義的影響下 我們從小的教育就變成 那我們就說我們什麼事情都用金錢去衡量 那剛剛就講了很多東西就是像那個chending的問題 就是那個一個工業區這個城市 就是我們常常政府好像這個單位 都覺得說好像開發才會有 開發才會有那個好像才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好像才有在做事 那我就演講到說以前那個民事議員堂 有一個節目說複製 我們常常在摳比 摳比就是一個一個城市的一個風貌 一個工業區的風貌 我們就是說我們摳比的 往往摳比的就是它的那個外在那種 硬體上面的設備我們摳比 可是很多東西軟體的部分 我們都都沒有去去去複製 因為那種東西是沒辦法去複製的 我們只能摳比到外面的東西物質上面的東西 可是精神上面的東西我們都真的是沒辦法複製 這是我的一個... 一個... 林泰來 我來講一下就很長長的 那一堆褲那麼大 不分無群 有長長的進駐 我們在台灣的工業區 爸爸已經建設說要做工業區 但是進駐你 達不到二十 但是平平一直簽訂 所以這才是... 剛才剛才這樣說 應該他... 剛才剛才這樣說 那個... 館廉 他要愛照 就是你愛那個土地就好 那個土地就好 那當然 那種... 那個地區 那種地方適合什麼只好你自己去做人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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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以前都是有人在釣魚 釣魚對當地有什麼理由 釣到的釣魚就回來了 現在有人來看魚 不可以釣的 每個人來看 被人來看那多少 都在那裡有消息 當地人也會覺得這對魚 因為他去保養 他就去賠優 而且我們常常也有放在這地方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做核廢料的處理 那個公路 從這個公路的就是核廢料 放在南田跟蓄海的這個中間 那是最重的目的在這邊 剛才你說的自然 賴老師說自然農法 或是自然農法 如果是教宣言 每一年要修根一年 那土地就要恢復生殖 所以那要參考一下 他說的秀雲自然的話 我們要求更美 然後他不需要修根 他從一開始就要去照顧土地 他認為他把土地照顧好 作物自然就會長得好 所以他也沒有輸有機會 也沒有輸榮耀 我們說沒有 連草都不夠 總管處理就對了 最原始的 但是他也是 他在政策也是 人家的意思就去掌 對 政策就要一個 你要掌大的空位置 掌在那裡 旁邊的草也盡量用尊重態度對待 有人會掌 有人也掌就要掌 他就要掌 不要英雄的外容作物生長 比如說小花瓣豬蘭 我們肚子的 他的作法是 他本來也覺得很難 後來他覺得說 他就不管他 但是小花瓣豬蘭 如果爬到他的 八肉樹上 他的 一些果樹上 他就把它處理掉 因為他們影響到果樹成長 就把它處理掉 其他就不管 結果第二年 小花瓣豬蘭就 他就真的很少 聖經在說明 意思是說 你這樣講 因為我們人也一定都 希望說有受傷 對 人也要吃 你如果經常這樣減傷 他那個土地的生機 會越來越貧瘀 我知道 但是他七年修徵一次的話 他就這一點他就可以恢復 是這樣 OK 那個以水流掉而已 其實有的研究 你說森林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很大的天然的水庫 水流下來 那個河水流下來的時候 它森林倒到樹葉上面 會降低它衝擊土壤的那種力道 比如說到地面上以後 如果它是一個完整的森林 那個水會滲透到底下 樹根會把水抓住 跟沒落後的時候 因為重力的影響 以後被它抓住的水 就慢慢會輸放出來 所以你是原子森林裡面 沒有所謂的切實的問題 那是一個西藍寺院的 我現在是帶上去 那是一個西藍寺院的 在西藍寺院的 我現在是帶上去 那是一個西藍寺院的 來 請看我這裡一下 我就這樣帶上去 帶上去 好 謝謝 我現在是一個西藍寺院的 好 好 好 過分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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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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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想多人 若想多人 若想多人 精神支援